回顾2023年的中国篮球 依旧属于魔幻的现实主义 只不过这次 大家都痛了有些泄气 这一年 新疆以一己之力 对抗中国篮协成了开年大戏 但最后 还是归着制定者赢得了这场游戏 这一年 CVA的上海与江苏 玩起了田际赛马的把戏 结果飞刀入鞘 春江东流 英雄准备与大风吹去 这一年 又是戏三东女篮 决赛大胜浙江33分 却屈居亚军 但离谱的计算公式 只能说服行政官僚 根本定义不了经济体育 这一年 中国男篮大运会不敌台湾队 正是十年内 我们第三次输给省队 服役致命解说哄骗式的安慰 清醒地活着 有时都是一种罪 这一年 中国女篮U16U19梯队 创造历史最差战绩 特别是U19女篮 上半场领先埃及32分 下半场竟被离席逆转 要知道 对手一共就得了60分 这一年 中国男篮兵败世界杯 仅赢得一场排位赛 创造历史最差战绩 完成了揭幕战 关键战 生死战 荣誉战 再到火车战的完美演绎 就连奥运落选赛 我们也没能进去 这一年 我们的大哥一切连 宣布退役 中国男篮大喜 该交到谁的手里 四大一栋长城的合照 掀起阵阵思绪 比起一个时代的结束 后继无人的痛 更令人心碎 这一年 NBL陕西进达 在决赛遭遇无法一致 愤怒退赛 深蓝公司直接宣布 安徽文艺获得冠军 或讥讽或怒骂 球迷的声音会成一句话 西北狼 我们与你同战 这一年 在奥运会 作战主场的中国男篮 被菲律宾二队疯狂逆转 一人击溃了我们全部防线 中国男篮应该庆幸 球迷依旧保持愤怒 因为爱才会痛 但好在 散尽家财的儿子一事无成 受见委屈的女儿 却为中国篮球 撑起一片天空 要不了多久 西北的新赛季 就会再度打响 俱乐部又会为球迷 带来一场又一场的 高分表演 球员们又会打破 一项又一项的记录 刷新一个又一个的数据 新的MVP 会骄傲捧杯 问顶冠军的喜悦 也很快会把2023年 中国篮球的阴霾 一掃而光 但对于真正热爱 中国篮球的球迷来说 2023年 真的不应该被这样忘却 我爱中国篮球 但总这样下去 我怕他真的完了